大家好,今天我是来当街盘侠的 这个鹰鹤就是这次要接待的对象 这块盘在同行那边接的是二修盘 然后我同行的同行也就是同行的上家 他接的还是二修的 所以这块盘实际到我手上都不知道是多少修了 可以看到这一整块主板几乎是呈现一种黄土高原的颜色 我拿一块料板来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当时我让同行那边短接测试了一下 他说是没有反应的 它的短接口是在后面这两个的孔位上 我们给它短接亲自检验一下 短接以后确实没有反应啊 正常英特尔这个盘它是258定制主控的 如果它短接成功是会识别出一个1GB的分区的 我看了一下直接上电这个电流它是能跑上来一点点 但是我在尝试短接的时候 这一个电流是不会起到任何变化的 我现在短接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短接以后这一个电流还是一样啊 正常的硬盘短接以后 它的电流是会出现一个明显降低才对的 刚才我把贴纸撕开看了一眼 这一块盘的主板是被修过的 好比如说这一对电容它都是东倒西歪的 一看就是那种干完事情以后累的趴下的 跟周围这些整整齐齐的元件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那么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去动这个电容呢 我能想到的第一就是上加测量到 这两个电容可能是短路了 想单独拆下来排除一下故障 第二可能就是后面其他地方有短路 把电容拆下来做一下单独烧机 但是我看周围好像没有明显的焊点 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具体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两端 可以听到这个电容的两端它确实是短路了 因为之前在第一架的时候已经排查过这边的故障了 肯定是不好才放弃的嘛 所以这时候我们直接掏出料板 测量一下这两边的电压是多少 就能大致推测出这是属于哪一路的供电了 电容的两端是一个1.37V的电压 它应该是1.35V这边有误差 能用到这一个电压的一般都是缓存 既然上下尝试拆过这个电油没有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就把后面可能会导致短路问题的缓存给它解决掉 缓存底下好像都没有直球 它的缓存之前应该也是拆下来单独排查过故障的 可以看到这个缓存拆完阻值就轻松起来了 我们重新上电看一下 上电直接大短路了 这边的电流跑到了2A 电压都掉到3.2了 看来之前是缓存的问题 导致前面的供电触发了主动保护 当这一个保护被解除以后就露出真面目了 小短路不好找 像这种大短路完全可以说是手到擒来的 我们直接开一个热层项来诊断一下 可以看到有两个发热点 发热最严重的是主控的 这个主控发热最严重 到160度了 如果它这块盘真的是主控短路 那就可以直接宣告死亡了 不过这个主控它底下是打了黑胶的 并且维修过一次 我看了一下 这个主控应该是没有被拆过的 主控底下连锡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具体我们再把主控拆下来研究研究 我们用小刀 把这四个角的黑胶给它撬起来 现在它这一个主控挂掉的概率完全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了 而且这个主控它是一对一加密过的 料板上的主控虽然用不上 但是可以用这块料板去测一下这个主控是不是真的短路 之前有网友跟我提意见说没看到过我直球 那么这一次我就把直球的过程给它拍一下 先把这个芯片给它对准 然后再涂上这个膝膏 多涂一点没关系 只要把这些孔给它填平了就行 有多余的再给它擦掉 最后就是加热了 因为这一整个过程都比较无聊 一般我是直接带过的 最后再把刚才直完球的主控给它干回去 加点油让它自动复位就行了 替身演员已经准备到位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流 诶 居然不短路了 那就证明之前的大短路大概率是由于底下连锡引起的 虽然这个短路它逃过了一截 但是这个颗粒能不能逃过那就不好说了 毕竟这是海力士的颗粒 还不知道是几修的 如果真的能干好 我今晚就可以去买彩票了 再把颗粒给它重新装回去 这一个颗粒我是重新直过球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只是没有对它们进行过单独的测试而已 这块盘上机以后能够识别出240G的这一个分区 不过它确实是一个调护件的状态 我刚才用Windex打开看了一下 它的底层识别出来的是一段2258的论模式代码 我想这个就是它的原始故障了 第一家可能觉得这是虚汗导致的 然后就把这一整块主板都给它修了一遍 今天我又是亏料板的一天 如果这一块盘在我这边是一修的话 我会选择果断退盘 英特尔雕固件就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因为它是加密的